这个瓦格纳都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 打小瓦格纳 当然的状态是还不错 尤其是小瓦格纳 没有能够出战 但是其实最近这个状况是非常出色的 就是对自己的身高优势太明显 这个太信任了 5号位打拆就把5号位吊住了 打几个贝投中三分九 一样的防守策略 这球再投 再投中 很漂亮的分享球 再找到贝 真是耐心的这个球 非常漂亮 已投中三分九了 可是魔术队的防守还是出现了一些漏神 同时又被点起了 魔术队给了对手太多这种空位的投篮机会了 一直在这个外线去放空对手 始终对手会投进这些篮的 领先的两分 第四个三分球 没有什么筹集压力之后 都是展现进攻的时候了 其实活塞前几个回合防得挺好 但是当对手提速之后 我们看到第一起来两个队的比分特别的高 再发命中21分 上来就投 自己吃头都也进了 好家伙 今天也太准了 李给到跟进 哎呦 尤其像 罗斯之前 漂亮 约瑟夫回来 多少个及时的刹车 魔术回来还放的有点太大了吧 对 一秒钟怎么打 嗯 接球就头 贝 哇 飘移着完成这个两分啊 太难了 又完成抢断了 抢断 再接 再来个三分 再来三分 超中了 天哪 我的天哪 贝 贝已经半场拿到31分 得到出手的机会 拉开单打这个错位 一侧完全清空给他 继续投篮 再投中 就是转换的机会 货掉了 多打少 贝 连续防下两三个回合了已经 哎呦 刚送 哎 15 一又空了 看看利夫斯 追身贝 投三分 投中了 贝 再投三分九 第八个三分 哇塞 但是萨迪克贝啊 我们看福尔茨来对贝 反跑到篮下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防守位置 那这就要抓 这错位了 这错位了 以前 家鸡来的比较慢 投篮 对 家鸡来的太慢了 看看能不能投个三分 今天手感火热 自己来 好吧 哎呦 49分 第十个三分九 这个真的是绝对能力啊 嗯 完全不要任何的掩护 对手的防守也没有失位 就是今天手感好 有自信 对 成人之美放个归 让人罚两个球吧 哎对 你看 不吃分了啊 罚中50 哎呀 别别别攻了 你已经赢这么多分了 哪怕今天只有一场比赛 一场比赛啊 哪怕是这两个球队 是活赛产魔术 也有人拿到了50加 萨迪克贝 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新高的51分 这场比赛的比赛用球啊 估计活赛队会要走 然后在更衣室里留给萨迪克贝 对手为出品的 一场比赛 你答应